今天是8月15日 1945年的今天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 中国战场的全面反攻 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和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 逼迫日本统治集团 不得不接受中美英苏四国政府签发的波茨坦公告 8月9日10时30分 日本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讨论战与降的问题 军方与外务省意见对立 双方相持不下 一直到10日凌晨30 才以天皇的决断 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为附带条件 通过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议 8月10日7时15分 日本外务省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 召会电报 发给驻瑞士公使加赖和驻瑞典公使纲本 令其转达给中美英苏四国 8月12日0时45分左右 日本军政要员从美国广播中听到了 中美英苏四国对日召会的答复 8月14日10时50分 日本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 天皇鉴于大势已去 才做出接受同盟国答复的决定 并让政府起草停战诏书 正当日本政府准备接受同盟国投降条件时 少数最顽固的法西斯分子阴谋发动政变 妄图以武力阻止日本政府投降 14日午夜至15日凌晨 一些少壮派军人发动兵变 枪杀禁卫师团师团长 下达假命令包围皇宫 搜查天皇的诏书录音盘 企图阻止录音的播放 并企图镇压组合派 但中英日本的投降大势不可逆转 没有得到军部上层的赞同 立即被镇压下去 陆向阿南围起于8月15日凌晨畏罪自杀 8月15日正午 日本天皇羽人 亲自宣读的中战诏书录音 向日本全国播放 日本以此行事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全国民主书录音监制 8月15日凌晤内阁总辞职 17日成立了以陆军大将冬九尔宫忍燕亲王为首的新内阁 崇光魁任外相 这一天天皇还向国内外的日本陆海军人颁布一项赤裕 命令他们遵照中战诏书投降 到9月中旬 远东东南亚各国南太平洋地区和太平洋诸岛的三百多万日军 先后陆续向同盟国投降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 坚持长期抗战 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激动万分 纷纷以各种方式 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